其实公猫的虾密尿系统是经常容易出现状况的 那么尿道炎也是经常会容易见到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讲怎么才能去区别或者怎么才能去鉴别 这确实是个尿道炎的情况 往往都会出现临床这样几个症状 第一个尿瓶 我们会频繁的发现猫猫总是跑到猫砂盆里去 那这个时候也会发现排尿的时间增长了 它好像正常来说只要比如像正常的时候进去30秒 我们就可以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了不仅很频繁的去 而且每次一蹬就蹬很久的时间 并且我们会发现明显的尿痛 什么叫尿痛 蹲得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总是频繁的挪屁股 甚至我们会发现猫猫在尿尿的时候 甚至会发出那种低好声或者那种尖叫声 这些都是疼痛的表现 最后我们去观察尿量 那整个尿量我们会发现根本不像原来一个大团块 一个大团块的 而是变成那种像小石子状 分散的是非常的多 甚至有严重的 因为尿路感染 所造成的一个尿壁 它会完全没有尿排除 但却做着排尿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去把它送到医院里面 去让医生去检查一下 因为下面尿道系统疾病 如果没有控制好 形成的尿壁是很容易造成肾衰竭的 小贴士 公猫尿道炎症状有尿瓶 猫猫总是跑到猫砂盆里去 正常进去30秒就可以出来 这时候不仅频繁去 每次蹲都会蹲很久时间 还会有明显的尿痛 总是频繁的挪屁股 甚至尿的时候发生低嚎声 最后尿量根本不像原来一个大团块 而是变成那种像小石子状 分散非常多 不仅频繁去